来关心到2012年的宜兰ITU冀州杯铁人三项锦标赛以及全国赛 今明两天在梅花湖风景区登场 两天赛程有7000多位来自13国顶尖好手前来挑战 学手们平时接受铁人班的训练成果就要来一较高下 2012宜兰ITU搜集杯田三项锦标赛 今年上午在梅花湖来登场 今年来自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澳洲等 以三个国家31位顶尖的好手前来挑战 分为女子主还有男子主 标准赛程是游泳1.5公里 单纯40公里还有跑步10公里 宣传完成游泳之后立即冲上岸 往转换区换上脚踏车继续下一个项目来迈迹 中华进而也都在其中 而游泳上岸的那一刻 一旁观赏营众也都可以最热情的加油声 下午登场的是铁三角还有铁三项半城的项目 铁三角有1602住 而半城则是1035名的选手报名 下午预计就有5800名的选手参与比赛 错过今天这场精彩比赛的民众别担心 明天上午8点起在中午之前 还有一场铁人三项全国比赛 共吸引1700名国内爱好铁三项的运动选手 在此要以铁力和耐力来分出高下 现场气氛更是不能错过 当你看到铁人选手之时 也别忘了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以及尖叫声 一旦新闻记者来下午采访报导 下午采访报导